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好妈妈,强儿子》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6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不断地提升自己,是你成为好妈妈,培养出优秀儿子的不二法则 如果你是妈妈,你可能会觉得养育女儿比养育儿子要轻松多了 因为你经历过女孩的阶段,能够了解和知道女儿的心思 而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们似乎喜欢创造性的破坏 或者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表露情感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男孩有学习障碍的几率是女孩的六倍 男孩患多动症的几率是女孩的十倍 性别的差异,令人不安的数据,让你倍感压力 一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理解儿子的行为 努力成为儿子心目中的完美的妈妈 另外一方面,又希望儿子不沾染坏习惯 能够阳光、成熟、充满自信 最终成为有魅力的男人 那么如何在兼顾工作的同时 让你更好地保持乐观的心态 享受教育的乐趣 与儿子走得亲近 给予他需要的帮助和鼓励呢 那今天要讲的这本 好妈妈、强儿子 可以说是为每一个爱儿子的妈妈精心准备的实用手册 书中使用的方法和建议将为你开启一扇大门 帮助你减少压力 更好的经营与儿子的关系 成为儿子最坚强的后盾 作者梅格米克 具有30多年儿童临床治疗和青少年咨询经验 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 儿科医生 儿童医学会成员 青少年问题专家 他一直都非常关注孩子成长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经常参加电视电台节目 为父母们答疑解惑 他的著作好妈妈前儿子 自2014年4月出版以来深受好评 长居美国畅销书 教养男孩类图书前三名 他认为母亲可以用智慧感受儿子的变化 帮助儿子成长为有勇气 富有自信的男人 此外他还著有强爸爸好女儿 男孩就该有男孩样 等多部深受欢迎的儿童成长著作 好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母亲需要引导儿子发掘自己的情绪 教会他正确释放和管理情绪的方法 第二个重点是 母亲应该发挥纽带作用 助推父子之间建立更亲密 更健康的关系 第三个重点是 母亲必须学会温柔的放手 让儿子在成熟过程中 投入健康的人际关系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母亲需要引导儿子发掘自己的情绪 教会他正确的释放和管理情绪的方法 很多父母会按照所谓的男孩守则 去教育儿子 告诉他不要轻易的掉眼泪 要隐藏情绪 不能像女孩那样看起来柔弱弱弱 这反倒让男孩认为 哭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自己不应该有难过的情绪 根据作者梅格米克的工作经验 他发现男孩大概到了四年级左右 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类似于悲伤 生气难过的情绪 甚至会因为自己有情绪而内疚 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表达情绪 如果父母不能尽早地引导儿子走出这样错误的逻辑 他很有可能会长时间抑制情绪 生活在抑郁之中 变得敏感 烦躁 愤怒 无法理解和感受自己的情绪 不论是对男孩自己 还是未来对他的朋友 配偶 甚至是子女关系 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要想改变或者说减少情绪 对男孩的伤害 你需要为儿子建立一个情绪词汇库 帮助他更好地辨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你也许会问 这一定要母亲做吗 做父亲的难道不行吗 在梅格米克看来 父亲或许可以胜任这个教育工作 不过母亲更合适 一方面让儿子掌握情感词汇库 需要有力的语言沟通 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情感沟通 另外一方面 男孩在父母面前往往会害羞 生怕自己的情绪波动 流眼泪的举动 会受到父亲的指责 母亲就会捕捉儿子的情绪变动 能够理解和接受儿子的感觉 因而 如果母亲能够在儿子早期 和他一起学会讨论 分辨情感 他的心理会更加健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说一下 如何帮助男孩掌握情绪词汇库 正确管理情绪 我们这里说的情绪词汇库 并不是单单指掌握有关情绪的语言 这么简单 而是由三个重要的部分组成 首先帮助男孩识别自己的情绪 识别情绪越早越好 建议你从孩子学会说话的时候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你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 什么是情绪 比如说你的儿子两岁的时候 你不要问他是怎么样的感觉 而应该由你去告诉他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 要辨别自己的感觉有一些难度 他尖叫的时候你就告诉他 这种感觉叫生气 再告诉他怎么做可以平复情绪 告诉孩子情绪的感觉 并不一定是在他生气的时候 当他高兴的时候 你就立马告诉他 这种感觉是高兴 抓住任何的机会 任何时间 只要你意识到他开始有情绪的变化 就仔细地观察 告诉他正处于哪一种情绪之中 这样的话 他才会开始明白不同的情绪 在这个阶段 你要避免跟儿子分享你的感觉 大多数的孩子并不像成年人那样 具有产生共鸣的感知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孩子在青春期之前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们更关心自己 而不怎么会关注到你的情绪 这就表明 你跟孩子分享你的感受 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感知到 你的情绪变化是因他而起的 比如说 当你的儿子不开心的时候 会拍打你的肩膀 如果你告诉他 他的行为会让你感到不开心 不要再打妈妈了 一般情况是 当下他可能是不打你了 可是过了几分钟 他想想还是不太开心 又会继续打你几下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能会有一点内疚 不过他也不会改变他的行为 至少在当时 他只想着自己 因而你需要了解到 孩子的认知 情感 与成人大不相同 他们可不会像成人那样 去处理问题 作为母亲 你的作用就是 用简单的语言 帮儿子表达出他的情感 并且要告诉他 不管他产生哪一种情绪 你都不会讨厌他 至于那些情感处理的方式 等他慢慢长大了以后 再一步步的解决 其次 让男孩说出自己的情感 要想帮助男孩学会表达情感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和他进行对话 比如 你的儿子告诉你 他看见有只仓鼠 被别人踩死了 这个时候 你可以先问问 他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如果他不愿意说 你不妨问他 别的小朋友看到这样的情况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一般来说 很多小男孩 在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会把感情投射到其他人 像同学好朋友的身上 如果你跟他讨论这些人的感觉的时候 能够有助于你的儿子 感受他自己的感觉 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认真地倾听儿子的话 这是你的儿子 愿意继续表达情感的动力 如果你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跟他谈论情感 这样的交流会随着他的成长 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了 很多男孩会担心 如果把情感表露出来 可能会不太受朋友的欢迎 这种情况 在男孩进入到青春期后 尤为突出 青春期的男孩 各方面激素 都会快速增长 这种增长会伴随着 强烈的愤怒 焦虑等情感 而这些情感的突然来袭 让男孩自己都没法接受 他们可能会担心 如果把情感表达出来 会对别人 或是自己带来伤害 特别是对那些 小时候有过创伤 又没有把感受表达出来的男孩 将承受他们自身 可能难以承受的痛苦 因此 你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让儿子觉得 无论他怎么样表达情感 都是被人爱着的 都是受到重视的 他在跟你表达情感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说一些词句 更是在向你介绍 他对自己的看法 他的希望和恐惧 你需要提高聆听的技巧 让他感受到你对他情感的尊重 比如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 需要消除一切干扰 关闭所有通讯设备 与他保持适当的眼神接触 时刻关注到他的肢体语言 当他发现你对他的话感兴趣的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更愿意跟你倾诉他的感受 最后 教会男孩正确释放情绪的方式 一旦说你的儿子已经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情绪 就要告诉他一些有建设性的 无伤害性的表达方式 而不是在不开心的时候 找个人当出气筒 比如说 你发现你的儿子开始生气了 你需要立即告诉他 你正在生气 你可以帮助他发现怒气 你可以试着问他 想不想出去骑车或者散步呢 有时候这样简单的话语 能让他知道 你确实是想帮助他消除情绪的波动 即使他生气了 你也愿意和他在一起 记住 你不要反复地问他 为什么生气 有什么好生气之类的话 而是等他想讲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告诉你 在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你应该多给他一些时间 让他能够自我调节 在梅格里克看来 明智的父母会知道 男孩比女孩需要更多体力的释放 会给儿子买一些出气用的玩具 或者带他去空旷无人的地方大喊一下 让他知道可以通过这样的健康的方式 来释放自己心中的不开心 除此之外 你需要时常带着儿子去运动 而不是闷在家里 玩几个小时的电子游戏 运动可以帮助孩子 释放出身体内多余的能量 会让孩子不易动怒 好那以上的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重点 母亲应该发挥纽带作用 助推父子之间建立起更亲密 更健康的关系 当一个男孩在小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只需要母亲陪伴就够了 但是当他到了十一二岁 他会觉得母亲并不能特别的了解他 有些事情他不知道该如何跟母亲开口 他会开始在意父亲对他的态度 如果你希望未来你的儿子 能够成为一个好男人的话 你需要让他与一个好男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那么父亲就是最佳的人选 他可以通过了解父亲是如何工作 如何谈话 如何运动 模仿父亲的行为举止 感受所谓的男子气概 当一个男孩懂得如何与父亲建立牢固的关系 他就会更加热爱生活 更加快乐 即使你是一个完美的妈妈 你只能给予孩子作为母亲能给他的东西 而不能代替父亲的作用 当你能够帮助儿子和父亲建立良好的父子关系 你会发现你不仅给儿子带去了重要的礼物 还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首先你需要给父亲照顾儿子的机会 孩子是家庭的一份子 不单单只属于你一个人 你希望能够给儿子带去最好的照顾 但是不要忘了 你可以给家里的其他成员 特别是父亲照顾儿子的机会 比如说在儿子可以喝奶粉的时候 你可以让丈夫给他喂奶 而不再需要你亲力亲为 当你需要加班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让丈夫在家陪儿子 或者让他们一起出去玩 很多母亲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 对丈夫指手画脚 你会特别不放心丈夫 或者说打心底里觉得 丈夫照顾不了儿子 当你的丈夫在带儿子的时候 你不要去评价他的做法 他的安排 更不要觉得孩子跟父亲亲近了 就会把你排除在外 母爱和父爱对于儿子来说 是不一样的感觉 你不必和父亲竞争 其次 不要破坏儿子与父亲的关系 很多母亲会出于好心 想了解儿子的一切 却在不经意间破坏了 儿子与父亲的关系 比如说 你的丈夫和儿子正在谈论 约会的注意事项 未来想选择就读的学校 你一旦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就会试图打断他们的对话 或者强行的想要加入他们的对话 教导孩子是美好的 很多时候 你不应该在潜意识里 觉得你比丈夫更会处理儿子的疑问 去剥夺丈夫教育儿子 为儿子解答困惑的机会 你应该让儿子与父亲更加亲近 让他多听听父亲的建议 这不仅能够让父子通过交流问题 促进彼此的感情 还能够让父亲感受到自己对儿子的重要性 让父亲更有信心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 最后 你需要时常的赞美丈夫 相信大多数人都喜欢被人夸赞 被人赞美 就算表面上不愿意表露出喜悦的情感 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可是在家庭生活中 很多女性却喜欢数落丈夫 如果你说丈夫懒惰 丈夫愚蠢的话 被儿子听见了 就会让儿子以为自己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影响了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形象 如果你改变一下说话的方式 对丈夫更加包容 在准备批评丈夫之前 停下来冷静一下 再说一些夸他的话 不到两个星期 你就会发现 丈夫没有你之前批评的那样不堪 他也会变得更好 受到赞美的男人 也更容易成为好父亲 作为女性 你天生就擅长沟通 那你就要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优势 专注生活中积极的一面 抓住机会赞美孩子的父亲 让全家人的生活更加和谐 更加快乐 那刚才呢 主要说了母亲推助父子关系的三个要点 此外 孩子的父亲也要重新审视 自己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多和他们相处 多听听儿子的想法 多关注儿子的行为 在儿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用鼓励的话 帮助他战胜困难 肯定孩子的能力 对男孩来说 父亲的关注 认可和钦佩 会让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好 那以上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母亲必须学会温柔的放手 让儿子在成熟过程中 投入健康的人际关系 作为母亲 你需要知道 你的儿子终有一天会从男孩变成男人 也终有一天将离开你 过他自己的生活 梅格米克说 生儿育女意味着10%的控制 和90%的放手 放手会让男孩学会成长 学会成为男人 让你和儿子的情感关系更加健康 其实你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就开始逐步放手 放手让家里的其他成员照顾他 放手让他选择和谁交朋友 放手让老师教他知识 放手并不意味着你不爱他了 而是让他对自己负责 健康的放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让儿子独立 这对很多母亲来说 要做到让儿子独立 可能有些困难 因为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再管控儿子了 当孩子小的时候 你会对他精心的呵护 你会习惯关心和保护他 对他来说 你对的管控也是对他的呵护 但是随着儿子不断的成长 他会渐渐的不需要你的帮助 尽管你可能会一时无法接受 不过这是你和你儿子 共同成长的必经之路 如果你超越了对孩子的管控 反而会让孩子对你厌恶 有些母亲会担心 儿子娶不到满意的妻子 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给儿子安排相亲对象 这种做法会让儿子感到反感 会觉得自己的选择受到了干扰 作为母亲 你的工作应该是要相信儿子的选择 不要觉得自己比儿子更了解他自己 放手让儿子选择 让儿子体验自由的快乐 你要做的只是不断的鼓励他 支持他 尽管你会觉得自己像是跟他不断的分离 这种感觉刚开始会让你觉得有一些难过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和孩子都获得了自由 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更加亲近 当然了 让儿子独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不应该为了锻炼儿子的独立性 就让三岁的儿子独自上街 你需要按照儿子的年龄和承受能力 去尝试让他体验独立的快乐 在这个过程中密切地关注他 看看他是否需要你的帮助 只要是不对他和其他人造成伤害的事情 你都可以让他尝试一下 第二个方面 转移儿子的依赖 很多时候你对儿子很好的照顾 会让儿子对你产生依赖 这种依赖会让你很难实质性地放手 因此建议你在儿子小的时候就要告诉他 要学会靠自己 就像你送他去幼儿园 让他学骑自行车那样 你要想办法让儿子知道 他是有能力做很多事情的 并不需要依靠父母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母亲会犯一个问题 就是说和行动不一致 明明鼓励孩子要勤劳 却从来没有要求他做家务 就算他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往往会因为你看不惯 嫌他做得不干净 又重新做一遍 如果这样的话 孩子就会觉得反正我也做不好 索性不做了 这不仅没有让他减少对你的依赖感 反而给他一种不得不依赖你的错觉 在放手孩子的时候 你需要问一下你自己 你在为儿子做事情的时候 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为了孩子 是你离不开孩子 还是孩子离不开你 你可以通过 玛格丽特保罗博士的几条建议 来审视一下自己与儿子 是不是过分的依赖 比如说 你的快乐和悲伤 是由孩子决定的 你想知道孩子的一切 你的人生目标 就是教育好孩子 你的孩子成功与否 与你直接的关系 那如果你出现了刚刚所说的一条 或者多条问题 你可能与孩子就过分亲密了 你需要把重心转移到其他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上 这样无论对你儿子 还是你自己 都将是有益的 在你与儿子的关系中 你带给他最好的就是 不停地爱他 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 当他成年之后 为他提供合理的建议 告诉他自己的人生 需要靠自己 而不是靠父母 鼓励他更加的独立 更加的坚强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很多父母会让儿子隐藏情绪 这反而会让儿子变得敏感 烦躁 愤怒 你需要帮助儿子建立情绪词汇库 让儿子学会辨别喜怒哀乐 愿意和你分享他的感受 在不开心的时候 用正确的方法释放情绪 其次我们说到了 你不能代替儿子的父亲 给予儿子父爱 你应该创造机会 让儿子和父亲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一起运动 一起谈心 一起探索 让儿子感受到父亲的关注和认可 帮助他更有男子气概 最后我们说到了 你需要从心理上和行动上 给儿子创造独立成长的空间 让他体验到离开父母的自由 学会对自己负责 你对儿子温柔的放手 也会让你们的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轢阅 轢阳 轢队